洋垃圾困扰我国多时 环境部长杨美银多次表明 要把这些从世界各地悄悄运入我国的洋垃圾 统统都物归原主 环境部今天也向公众交代了最新的进展 那就是从去年的9月到现在 已经把150个重量达3737公吨的洋垃圾集装箱 运回来源国了 而且政府是在零成本 也就是不花半分钱的情况下完成的 有关的运送成本都是由洋垃圾的进口商 或者是来源国负责 大马不做事解垃圾桶 环境部长杨美银今天在槟城港口召开记者会表示 虽然政府已经将150个洋垃圾集装箱运回来源国 但目前还有110个洋垃圾集装箱 依然扣押在国内的三个港口等待送回原产国 杨美银补充 尽管这些来源国多数是美国 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但他从生政府将会持续打击非法洋垃圾 不会手软 杨美银向在场的媒体承诺 环境部将会推出一项针对洋垃圾的方案 来作为所有相关机构 比如地方政府 环境局 以及警方的直发指南